我的美食向导由国民牌酒老村长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上汽高阶智能纯电品牌非凡汽车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 紧挨着中老边境 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 当地叫赶百 沙沙的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 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像炒肉馅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罕印 从姓氏读音能看出它是歹族 要不要尝一下 放在手里吧 这是什么 这是抹育粉 抹育粉 抹育粉 相信这是抹育吗 它口感很Q 这个好吃 这是我的菜 赶百和赶吉 它不是一个意思 它这个算赶百 赶百卖的东西 以吃为主 来享受 就是赶吉 就等于买回去 赶吉 来自己加工 赶百是有现成的 你过来就可以吃 让你久等了 是啊 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 嗯 好吃 用米粉做的 粉好像内地的螺丝粉 是用粉条煮的吧 好像 是吧 内地的螺丝粉 就像老婆饼 见不到老婆一样 螺丝粉里面 是见不到螺丝的 你这个螺丝粉里面 是看得到螺丝的 这个是新鲜螺丝的 这个茄子 用手 扳开 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 上这个菜价 嗯 嗯 好吃 吃啊 太有意思了 大部分食物 我是头会吃到 其中 有种绿色的东西 看着像海苔 但 艾老师告诉我 这是当地土产 叫青苔 这个 嗯 这个好 味道好 更咸 青苔要冷的 糯米粉要热的 出水才 才有味道 啊 鲜鲜鲜鲜 它的学名怎么叫 我也不知道 嗯 所以说我们 带族吃 这个青苔 应该是 要追溯到 很久很久以前 嗯 吃鱼的时候 它花开肚子 肚子里面就有了 那些青苔 可能鱼吃过嘛 鱼吃过的没问题 肯定是人吃的 也不会有问题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 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 旱季的南辣河 水质恢复清澈 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 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 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 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 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 捞起晾晒脱水 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 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 不过自然的热力 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碳火制烤 高温让青苔迅速鹤变 释放出澎湃的鲜香 加佐料快速翻炒 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 我先尝一尝这个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而且有很迷人的焦糊的味道 非常强的坚果的气息了 它一点都不像海滩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 用芭蕉叶包上蒸熟 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 还有古老的石烹 烧红的鹅卵石 散热立体持久 青苔口感滑糯 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 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 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 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 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 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 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 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 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 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 从滇南向北 越过埃劳山 气温骤降 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 是云南野生郡生长的乐土 起风了 起风了 老杨网民敢于胡乱 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 双将已过 郡子继接近尾声 乱师告诉我 他去宜梁山里碰碰运气 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 这边的锻炼的 这边的江湖汤 乱师没有如期返回 我在翠湖逛了一圈 决定自己去吃早餐 决定自己去吃早餐 乱师没有如期返回 那正是我的偶像王曾琪写过的一种食物 你好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我们家小锅米线 小锅米线 那我要粗米线吧 粗米线 大碗呢 大碗 那就要不要 都可以 可以加臭豆腐 加臭豆腐 小铜锅 骨头汤 猪肉末 韭菜 都没变 就像王曾琪写的 大火快煮 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 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哭泣 好 锅还是那个锅 汤还是那个汤 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 老板 这个粉 不是酸粉吗 现在这个 科米没有这个酸酱的了 不允许了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水米线 味道的感 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嗯 好吃还是好吃的 刚放下筷子 乱尸就回到了昆明 而且带着骏子 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好像还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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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 我说在拍云南 他说你会去吃剑手精吗 他说你会见小人吗 我我我还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你也没见过 就是他们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就送到医院了 可用的 我用的 我们有一 defined ガ风 我们牙齿和他碰撞的时候 切割的时候要吓咔吓 太好吃了 差点脸色 southeast 好 我忍一忍 连续作战 必须仔细分配体力 更何况最精彩的 还在后面 事后他比事后小朋友 还要惊喜 他实际上是个味觉 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 巅峰 对 巅峰的 金花板 哦 太漂亮了 这个我要拍一张 这个像 亚丹 亚丹地貌 亚丹 他这个对生长 还是有要求的 就是林子不能太密 光要下棋 所以现在有的 搞风扇 养镜子 那是错的 这个王曾祺 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 君子 这个深刻 都就是这样的深刻 你看有多深刻 我可以吃吗 我还想问他 过瘾啊 整个松林 一座山 好像他的芬芳 都被一口吃进去 那种感觉 云南 每个地区都有 各自偏爱的野生菌 但昆明人 对甘巴菌的喜爱 是不接受反驳的 它主要分布在 滇中的真叶林地带 与多种松鼠植物 共生 生长周期 比大部分菌子都长 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沈洪飞老师写下的名言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 最苦素的烹饪方式 料理甘巴菌 只要油 盐和一点耐心 小火被炒 慢慢逼出水分 聚拢香气 也可以趁以清香的皱皮胶 味觉嗅觉 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一般的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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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鲜了 那这个焙出来的香气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这个呢好像是按烹饭 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 应该是意象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 我会想到风干鸡 会想到白鱼响 会想到南京的鸭针肝 就是你游历的越多 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 食物的想象力 就会越丰富 越了解各地的食物 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它的香气独特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我说的奢侈 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 乱师建议我 去菜市场转转 这一条巷呢 就是科迷人的买菜的地方 这个完全不认识 这个赤果腾 赤果腾 南山腾的一种 南山腾 好兵帅客的那个骨子 这是那个泰国原髓吧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 我们叫西叶盐水 你看 西叶盐水 这个是大香菜 四勤 我要放弃了 大瓦盐水 在哪认得钱 异物同名 还有同名异物 我们明南是除了沙漠 地中海 气候以外 所有的气候内型都有 热带 亚热带 温带 韩温带 韩温带 都有 而且很多地方呢 是那个河谷地带 它没有霜啊 冬季无霜 旱季 乙季 前年就要有水 明年四季的不停的在涨 涨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 我说现在儿菜 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 我们上市找 然后收得晚 就是不同海拔 你种植的 云南无论从作物 从物产上说 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啊 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 我们没喊嘛 最集中最丰富的 乱师的自信是有底气的 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 云南有食材无烹饪 意思是云南风味盛在食材本身 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 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 西双版纳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山林里 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 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 它们要构到十几米高的树冠 剪下顶端的果实 这是花椒的近亲 本地化叫麻芡 绿色的果实内部 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 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 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 还多了柠檬 松针 潮湿泥土 以及薄荷的香气 少 Josie 取下董 沿途 很久 哦 拿筍 这单脚 但是 其实它闻着是 没有那么 一搓就有了 对 对 我们这样子 唯有香药吗 麻 上头了 我刚才太麻了 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向导于国凯 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 号称猛辣本地通 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 显然是被我带偏了 在当地 麻茜只是一种调料 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 可以碾压一切生命食材 又赋予他们张扬的芬芳 银干后香气有所收敛 但更加沉稳 充分调味的鸡肉 最后撒一把麻茜粉 滑润的纤维里 多了柠檬的清爽 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直接上手 鸡头我这是 鸡嘴 你吃个鸡手吧 鸡嘴好吃 你吃一个 好吃 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对 还有柠檬 还有刚才说的大盐雪 这个特别香 好吃 真好吃 这是我们的烤肉 烤五花 烤五花 这就是甘蔗 但是这个甘蔗呢 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 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 炫一坨肥肉 对 肥肉都不肥了 有一点点麻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茜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 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 柑橘的味道 都有 都有 特别复合性的一种口味 多吃 这个是什么 南米布 南米布 布就是 那个 酱 不是 布就是螃蟹的意思 它是用我们这种 西蟹 对对对 河蟹就是山里的西蟹 西蟹 他有意思 尝尝芭蕉 在这个番茄酱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蕉 我可喜欢了 南米姆荷曼 番茄酱的意思 我们就叫 代语叫南米姆荷曼 我们大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小鱼说 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战水 云南是中国战水调味的高地 以我们拍片的经验 光看战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 还得属天南 他们特别善于利用 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 各种排列组合 一彩分城的战水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 是个年轻人写的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战水的研究 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原 然后我们这边是擅长茶叶 就把茶叶运出去 换盐回来 是这样 还有一个说法是 为什么是蘸水 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 从烹饪的角度说 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对对对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 对吧 这个很多菜是一蘸 它就有盐了 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 都是落后民族的 我不同意 就是你比如说发餐 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对对吧 牛排烧好了 来后调味 再烧这种汁往上浇 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 它是有浪费的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是占多少吃多少 这个是个智慧 很有意思 中原文化语境里 烹饪总是和火相关 放在世界的范围 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 但不是唯一手段 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 一个珍贵样本 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多少年没见了 是啊是啊 往这里 有一客人已经先到了 他是我老朋友 也是纪录片导演 你是把辣椒咽给你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对 来把包给 好 好 我放给阳台上吧 第一次来乱师家里吃饭 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叶 是菜单 谢谢 来我们云南 是 粥皮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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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皮辣椒加纳刀辣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 纳刀辣也属于黄辣椒了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这是纳刀辣 辣啊 小心啊 这个干的呢好不好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觉得很香不辣 我就 弄了一大口 真是惨了 我来表演了 你就别吃了 这个是小切辣 这个就是生吃的 吃早餐的时候 那个吃米线 觉得味道不够足 吃饭也可以 来一口 我没事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还是辣的 这个是炒 干巴菌 干巴菌 螺丝辣 那个呢 这个一般小炒的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 非常辣 特别辣 辣到崩溃 一般的我们在研究 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 会把几个辣的省份 做一个排列 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 四川人 辣不怕的 有辣不怕的惠州人 有怕不辣的湖南人 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云南低调 低调 也不是低调 云南人辣了也不说 我爱真这些东西 对 云南是五体系而制成一体 你这么多东西 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 不同族情 不同海拔 不同偏好 你怎么系统 一个冲一个震动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变 人口和物产 应该是垂直分布吧 山底下宰族 中间哈利族 上面遗族 对 再往上瞄族 这些山上 我们的邪术的说法叫大闪鸡 小鸡鸡 就是各个主人 小鸡鸡 然后是叉花式分布 他们用这个叉花式 犬牙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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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拍这个 《味道云南》的时候 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 你要不然来说 你给我个菜谱 我看看 没有 你说菜是摆在那儿 你自己去点 不通过语言 对不通过语言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 我理解乱师说的五体系 是对云南多样性的 微观观察 自成一体 则是把云南放到 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 宏观视角 从古至今 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 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当 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 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 也可以更轻松 比如用舌尖回味 你说你天天吃那么多好吃的还那么瘦 金银金银 金银 你用昆明话叫什么来着 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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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不大 我这么大的块 做的都还挺宽整的 有点舒适 嗯 乱师把我带到了梅渡 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来拿这些小朋友拿出来摸一下 这个有毒 你可以用手掌去换它 徐麻枕 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 这顿饭乱师废了心 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 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米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道道 就是东西线联系 南北线联系的一个 像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对 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 但是我喜欢吃 张科峰教授 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叫什么 古胎山 古胎山 古胎 古胎 古头山 古头山 著名的古胎山 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实际上就是 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碎古头 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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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好吃嘛 脊骨 然后那个下水 花椒 辣椒 多腌一下 用两三个月才吃 乱吃 教我们怎么吃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古胎山是给它提供风味的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 要配饭菜 太鲜了 太鲜了 花椒 清空霹雳的那种鲜 好吃好吃 而且不到回味 在嘴里面移植这个味道 嗯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的 萝卜丝炸 这个也是经过腌制的 嗯 它就把油分吸进去 嗯 好吃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 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 都跟发酵有关 比如骨头参 肉类自然发酵 口味最重 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 带有柔和的酸和卑微的甜 还有一种 我听说过很多次 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 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 油脂芬芳 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 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 明艳的玫瑰色 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 红蛆 红蛆是酿酒的副产品 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 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 猪腿被踢得只剩一副皮囊 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 再次塑形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 米粉和红蛆内外合力 最终完成迷度卷蹄的发酵 卷蹄 真漂亮 这个用了红蛆了 都用了红蛆 这已经用红蛆了 这个五花肉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 像不像水磨石地板 红蛆的味道很重很重 在云南这个卷蹄 主要是在米度吗 别的地方也会有 少 少 你搜索米度两个字 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 混蹄是襄阳的叫法 就是相反叫捆堤 高沟叫捆堤 就是淮安那附近 黄曼区都有这个 几乎都有 什么博州啊 徐州啊 新夷啊 都几乎都有 这个外观也很牵细 大差不差 到佛山都有 广东的佛山都有 福建的安排也有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 虽然在当地 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 比如说昆阳卤鸭 对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 是高度相似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 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 但是 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 大家形成的记忆 还有我们的判断 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 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 他自己老家是南京英天府 柳叔王高斯坎 对吧 但是这不表示 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 这个当然呢 这个是因为是 说明云南 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 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嗯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 这是他曾经调研 明清畏所移民的地点 南京我们可以看到 明代畏所制度的一个移民 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题 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 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 应该就说明他们是 早期这些军事移民 过来的一些屯天据点 形成的一些村落 各种各样的像张光颖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 姚秦这样的地名 其实那个秦字 应该读作旗 就是卫所里面设的 那个建字小旗 对于云南的所有技术 其实你看 在我们读到 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 在两三百年前 云南是一个像布毛之地一样 有这么多瘴气 对吧 有很多的疫病 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其实这个只是 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 对 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 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 包括内地的社会的这种 就是我们用一个词 叫一体化过程 或者叫内地化过程 以前的云南的 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 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 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 其实融合了内地的 饮食文化的东西 不管是从技术层面 食材的层面 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 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 那么让我们的文化 实际上和历史 就围绕这个景观 就更加的丰富了 更加的丰富 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个的时候 拍了一下桌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 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是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 听上去很学术 如果用食物解释 就容易明白多了 常见的扣肉 在这里叠加了糖漬青梅 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 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 内地的皮肚暖锅 撒上大理干芋头花 鲜香翻腾里 已经不分你我 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 除了美味 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 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 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 如果要看到它 最好去一趟大理 可能整个设置组 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 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 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一天下来 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终于可以吃了 谢谢从哪个吃 乳饼 有番茄酱 很多混合的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 我只想问你一个 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山羊 山羊奶 乳善奶就是牛奶 延展性比较好 这个没有延展性 你先来 那么你年岁是不是 老麦年糕 每天还小一顿 真好吃 但是耳块可能要热一下 这个耳块要是热 可能更松软一点 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开松露 里面是豆腐吧 这个是臭豆腐 这是臭豆腐 配着这个吃 我说老实话 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 这个思维太奔异了 感觉到大理了 我的大理 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消失了 藏山脚下 稻田里的一餐 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 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 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 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 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 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 普罗旺斯炖菜 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 就是跟中国第三鲜 其实也没有差了 今天咱们选在 草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 这么有小资风格的 文艺的地方来吃饭 不是我的主意 是导演组的主意 我这个岁数 可能吃饭 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 造台边 今天我和乱师见了 我们风味原厂地的 一个出镜的一个老师傅 我就稍微有点抱怨 我就说 这喜洲这么多人 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 游客太多了 那谁跟我说 太高兴了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我倒是挺理解的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 对 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 人越多环境就越差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 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 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对 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 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 如果他有什么产业 他有什么需求 那么他不靠环境 他靠什么呢 他只能靠着环境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是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 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不能说 你希望一个地方 永远停留在过去 对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 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 肯定是 这是啥玩意儿 这是搞什么搞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 扩大 这种童话的现象 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 会越来越多 但是 怎么说呢 只要 海鸥还愿意回尔海 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 美好的地方吧 这个是自然的 好香啊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 就像很多人那样 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 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 但跳出宏大趋势 但是 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 是没有买到良机米线的遗憾 当然我也有遗憾 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 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再来 从食物中一点一点品味中国 云南之旅 它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未知之旅 它会让你收获满满 带来的满足感是超越了口舌之欢的 它很多是更新你的认识 云南的卷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你不停地会有新的发现 真正难的地方 可能是你平时常吃 但是不是特别关注的 这种题目做起来才难 云南几乎都产辣椒 把它给理清楚 它含的油量的程度 它辣椒素含量的程度 香气的含量的程度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看它使用哪个辣椒 就几乎知道它是哪个风味 蛮有意思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带着颗粒度这么细的一个视角去看 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慢 同时可能也有一些生活里的细节 我们去发现它 不能不说 也是我的荣幸 您的每次都会发现 您的意见 您的cere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